先继续来看就是七月底下打开幕的民兴育营典 不知每天都有100人来消费营兴运动 在香港搜索的日前开向民众免费体验营典的设施之外 现在要配合到体育责来基本到修改的乡丁杯营典比赛 希望提高民兴育营典的使用率 等到苏家立后 协同中二国医的新兴在体育老师的创业计划 是来教民兴育营典上营典科 你外婆的核心也带动兴兴育营典的领寄 今处提委会称多万部队改善设施兴兴育营典 在七月底中心开用之后 不曾上是香港所委託专业人员来组合经营 你为庆祝营典在关闭两年之后中心开幕 兴兴育营典有18月车 开向民众免费体验营典的设施 你经过重近19月英文 不过每天大约有100人来使用营典 你为各体型营典的使用率 美容香港所配合体育则 准备基盘第一次乡典牌的营典比赛 我们乡立游泳池已经 那个厅馆有两年多了 为了要使我们本乡的游泳运动风气 能够更提升 所以我们今年在9月9号体育节这一天 有办理第一届乡长杯的游泳锦标赛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来带动 本乡的游泳风气 使更多的乡亲来使用我们的乡立游泳池 比赛有分游泳池、国室泳池和社会池 报名时间是8月15号到9月5号 并在9月9号机型的游泳比赛 有幸随便将向明镶腔工作 明镜可报名 谢谢我们口要向明镶腔 彩虹报道